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么这样一看的话 其实还是有这种感觉的 而咱们从设计的这个角度去看的话 其实他这个Z字型的设计呢 让他的车侧看起来更加的立体 看起来更加的有轮角一点 这样的还是挺棒的 而在轮骨部分呢也是比较有个性 比较有辨识度的啊 这个感觉呢就像一个海星一样对吧 行咱们车尾部分的话 因为这个装饰的的确啊过于繁琐了 咱们不好拆了嘛 咱们换个地方走 搞不了转车嘛 咱们搞试驾车对吧 重新下了半个月的雨风移情了 ok 那么现在呢 咱们也是来到了海豚的车尾啊 然后整个车尾呢 非常给好评的一点呢 就是说他的这个后贯穿的这个尾灯 然后在里面呢 哎 做了这种几何交织的这种形状啊 看起来呢还是挺棒的 特别是在晚上点亮的时候 哇 那个辨识度啊 真的特别的顶 ok 话不多说 咱们去里面啊 带大家去车内看一下 而来到海豚的类饰呢 其实我觉得一直还是那个观点对吧 其实不管是之前咱们试驾这个SOM Plus DMI 或者是琴Plus DMI的时候呢 我一直在表达一个观点 就是说比亚迪对于这种浅色类饰的质感和高级感的营造呢 是很有见解的 那么这个观点呢 同样可以下放到比亚迪海豚这款车型上啊 可以大概的露眼对吧 其实在这个价位成品区间上呢 作为这种浅色类饰想做出高级感呢 是很难的啊 相较于做深色类饰来讲的话 那么海豚这款车呢 其实也做出了一定的质感还是挺不错的 除此之外呢 在外观部分的强调色 比如说这个绿色对吧 在它的出风口啊 或者说它的这个座椅上面呢 也是有所呈现的啊 特别是它这个一体式的座椅啊 这个坐起来和摸起来 整体的这种承托感或皮质感呢 都是比较到位的 还有一点呢 就是说我个人比较喜欢的 就这个A0即位的车对吧 就上下班带个布呀 或者接个孩子买个菜什么的 那么好开呢是很重要的 那么这个好开呢 它也可以体现在看起来 视野上 那么除了刚刚咱们讲到的 它比较大的一个前锋挡之外呢 在它的A柱附近呢 也是有这种面积很大的三角窗 那么这一点的话 其实我觉得 对于营造这种好开的感觉呢 还是格外重要的 对吧 而且这个呢 对于这种新手司机来讲的话 这呢就是给了很足的这种安全感 对吧 然后在储物空间方面呢 这台车也是它的一个亮点嘛 然后这边有一个中控的放置靴 然后再往下呢推开之后啊 这边也可以放东西 两个USB一个12V 再往下两个杯架 然后这呢也可以放东西 基本上来讲这应该是放手机的 然后在高亏车型上呢 是有一个无线充电的呢 怎么拍摄的这台车呢 是没有的 然后再往下呢 这也有一个储物空间啊 有一点是啥呢 就是在它的中台上方 这边有一个向下凹性的地方 这呢其实也可以放东西 哇真的就是挺棒的 如果说你觉得你对于自己的驾驶技术啊 够放心的话啊 这个三角窗战呢 也有一个欧型也可以放东西 而关于类似的设计部分呢 也是做到了足够的个性化 其实我觉得对于A0级这个级别来讲的话 你要买一台车个性化呢 是至关重要的对吧 首先它的一个换挡器啊 包括下面的按键 甚至于它的这个中控台这个海洋系的车型对吧 这个感觉像一个这个海螺一样的造型 还有它上面的这个中台上的这些出风口啊 都是这种海浪似的啊 特别的漂亮 还有它的门把手啊 看着呢就是特别闪掰啊 做的特别的精致 这一切的设计呢 其实我觉得都在凸显三个字啊 就是这个个性化 那么这个台车呢做的呢 哎也是比较成功的 最后呢咱们再来感受一下它的这个车机啊 这个D-Link 3.0系统啊 整体的这种本地化呀 或者放娱乐化呢做的都是挺足的啊 咱们看一下 然后比亚迪的这套D-Link 3.0呢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属于咱们 自如醒牌的一个车机上的一个天花板啊 可以看见 就拿饭娱乐的部分来讲的话 比如说这边它的一些抖音啊 爱奇迹群民K歌腾讯视频等等啊 还有车载的这个微信 而且呢它是有一个这个比亚迪商店的比亚迪市场 那么感觉呢就像一个大的派的一样啊 各种应用各种APP呢都可以进行下载啊 这边还有一个分配 所以它的这套车机呢 我觉得啊是我盘国弄动车机 不管是我去常驻试驾也好 我说自己开着玩也好 是我的一个使用率最高的这样一个系统啊 真的就是挺棒的 所以大家有机会可以去CC里面呢去体验一下 咱们在这呢也不去做赘述了 OK那么咱们现在呢直接来到了这台车的第二排啊 噢这些是crazy啊可以看见啊就我这个身材 在这种极为的车里面第二排能有这样的空间表现 我觉得真的就挺不错的对吧 前面是我的驾驶坐姿 然后呢我的腿部空间有20厘米 头部空间呢有差不多一拳两指的这样的一个距离 而且重点是啥呢中间纯形对吧 然后在储物空间上面也是做挺足的 这边有一个杯架 然后呢这边除开常规的文件带之外呢 有两个可以放手机的这个储物空间啊 这个呢其实我挺喜欢挺棒的 然后在这边呢也有一个USB接口 怎么样这台车的第二排还是挺不错的对吧 然后关于它的一个后备箱空间呢 因为这个展车里面放了很多装饰啊 这个的确不好拆 然后刚好呢前段时间咱们又去试驾了这台海豚 所以给几张照片大家看一下 而关于这台车的一个动力部分呢也分享给大家 全系呢都是前置单电机 然后呢NEDC最高的那个版本是达到了405公里 顶配设行的一个电机总功率呢是130千瓦 以下的呢都是70千瓦 最后呢对这台车再做一个总结 其实在这个价位这个级别来看的话啊 不管是个计划还是品质感呢 其实它都营造的就是挺足的对吧 关键是啥呢就是说第一个上绿盘对吧 第二个呢空间够多够大 而且呢整个类似营造的这种品质感呢 我觉得也是买这个价位这个级别车型的人所需要的 那么综上所述的话 哎这个车呢还是挺香的你觉得呢 欢迎在评论区进行讨论 咱们下次再见记得点赞加关注 拜拜